这是今天的早餐 这是彪老师 彪老师落的巴巴 彪老师落的巴巴 这个有点糊掉了 面粉加鸡蛋 然后用油落出来了 跟着彪老师就有吃的 不仅有巴巴吃 还有娃哈哈 大家好 我现在在吵海 现在跟彪老师来钓鱼 不是钓鱼 钓龙虾 这是钓龙虾用的 发臭的猪肝 昨天买的 污了一晚上 特别臭 已经钓到龙虾了 哎呦 还有水更水 就是那个钓吗 第一步先把小龙虾刷 帮他耍干净 都不知道这个怎么不整 这阿彪的牙刷 哈哈哈 他不刷牙了 他把这个牙刷贡献出来了 先把他的头削掉 削掉 两个不会做龙虾的 所以这里做龙虾 嗯 虾黄 这个虾很干净 这个虾很干净 我试一下 在外面学会了不少地方 现在都会 现在都会做小龙虾了 刷刷刷刷刷 一晚一面 马上会下雨 原处还有好多扶车 红虾仓 现在呢 要开始把这些小龙虾给吃了 这是下我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掉的 嗯 嗯 夹我 你还夹我 哦 把手都夹了 哇耶 我居然学会了 切小 洗小龙虾 清理小龙虾 呀 我再刷一下 我要不要跟牙刷刷一下 哎呀 这就是它的虾线 再拔掉它的虾 现在已经天黑了 而且外边 那边还下起了大雾 看 灯火通明 这里还是灯火通明的 你看它标的这个 外面有个灯 里面有一个灯 还是挺亮的 你看 标大厨现在要做小龙虾 没有小龙虾调料的小龙虾 只能用豆瓣酱炒一炒 现在山上已经下起了大雾 迪奥老师正在做小龙虾 但是我刚刚洗了 我自己自我感觉已经洗得很干净了 万能豆瓣酱 多一点豆瓣酱香一点点 对 今天是一个烹饪节目 今天不是一个旅游节目 今天整个美食博主 这个防风版还是挺有用的 现在风超级的 又冷 这个小龙虾 这个小龙虾 河里的小龙虾 又嫩又鲜 真的是跟外面的很不一样 今天是在车里吃 因为外面实在是太冷了 太冷了 好